哈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面粉版的马卡龙 制作材料非常简单,而且容易成功 首先,准备低筋面粉35克 糖粉30克 砂糖40克 一个鸡蛋的蛋清30克左右 把糖粉和低筋面粉一起过筛 再准备一个硅胶杯 把蛋清倒入硅胶杯中 因为蛋清的量比较少 接下来把砂糖的一半倒入蛋清中 整个过程分两次把砂糖全部加入 现在我们开始打发蛋白 打到有一些纹路的时候 把剩下的一半砂糖放进去 现在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加上色粉或者色膏了 今天我用的是色膏 用牙签挑上一点 像这样,站在这个蛋白霜里 如果觉得颜色不够,可以再加一点 把蛋白霜和色膏搅拌均匀 有这样的小尖角,而且倒扣不滑落 这个时候蛋白霜非常的顺滑,而且很光亮 要记住这个状态 然后把蛋白霜放入到过好筛的面粉当中 先放一半进行压瓣 至所有的白色的干粉看不到为止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剩下的蛋白霜 加入完剩下的蛋白霜 像这样,反复的 给它拌到像飘带一样 像这样轻轻抖动刮刀 它就像飘带一样折叠起来 又有光泽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再准备这样的一个裱花阻 圆形的就可以 放到裱花袋里 我们需要一个杯子 先把这个裱花阻前端拧一拧 让液体不至于露出去 再放入一个杯子里 这样很方便一个人操作 看现在也能看到像飘带一样 把它装到裱花袋之后 用一个刮板往前推一推 这样不浪费后面的面糊 接下来烤盘上 垫上打印好的模型 再铺上油布 按着这个打印好的叶 来挤出这个马卡龙 把气泡用牙签挑破 用手轻拍烤盘底部 或者震一下盘 然后再烘干 45度13分钟左右 表皮非常干 摸起来是光滑不粘手的 这个时候烤箱预热 150度烤上7分钟 烤好之后 再转130度烤10分钟 漂亮的马卡龙就做好了 今天的面粉版马卡龙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收藏起来哦 别忘了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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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